美国的染疫死亡人数正式突破50万元 白宫表示 总统拜登将带领点燃烛光 为病故者默哀 并且宣布降伴其五天 不过全球接种率排名前段班的国家 现在都陆续迎来了解封 以色列宣布从21号开始逐步解封 而英国首相强深 22号也对国会宣布 英格兰地区将会分为四个阶段 解除封城计划 英国首相强深 22号在国会发表声明 宣布英格兰将实施第三次逐步解封 希望也是最后一次执行封城 首先将是3月8号学校恢复上课 只是在第一阶段两个家庭仍然只能在户外碰面 第二阶段在4月 非必要的零售商店 美法沙龙 健身房和户外餐饮场所 以及图书馆 博物馆 动物园 主题乐园等将从4月12号开始恢复营业 第三阶段是5月17号 户外碰面从6人扩大到30人 两个家庭将能在室内聚会 电影院旅馆恢复营运 体育赛事也将开放上线1万名观众进场 第四阶段在6月21号 希望到时候能解除社交距离限制 恢复正常生活 不过强声表示 所有阶段的解禁都将基于数据而非日期 第一 把疫苗进行过组织完整 第二 把疫苗推进行完整 第二 把疫苗示唯说 疫苗处够多快化 在减少在病失险 和死亡 第三 把疫苗额期待不措施 在病失险 不措施 这就会让国家迅速迹 sought bound 四 把疫苗讨压 从病失险 Montau 根据提出新冠军 新新冠军的疫苗的植制 发生恐惧 英國的疫苗接種率排在全球第三 因此迎來解封計畫 有學者指出 目前英國每天仍然有約一萬人確診 雖然有趨緩的跡象 但前幾次解封都造成病例數大增 因此呼籲應該要更謹慎 不過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統計 大西洋彼岸的美國累計死於新冠病毒的人數 在二十二號正式突破五十萬人 白宮新聞秘書薄莎琪表示 美國總統拜登將帶領点燃燭光 為病故者默哀 並宣布全美聯邦大樓降半期五天 拜登也將發表談話 公視新聞這位人編譯